Blypink成员们受到全世界粉丝的热烈喜爱 但又受到自己粉丝不公平对待的时候 Blypink作为全球知名女团 拥有庞大的粉丝群 演唱会错误屈膝 而这种受欢迎程度 有时会导致粉丝对这四位成员的不公平对待 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Blypink世界巡回演唱会期间 Blypink粉丝群 因涉嫌不公平对待他们的偶像而受到抨击 粉丝们注意到送给成员的四树花束 大小相差很大 特别是一树紫色的花束 比其他花束小很多 这引起了粉丝的担忧 尽管有问题的粉丝群发布了证据照片 但照片的角度让人难以确认 美术花束的确切大小 不过菲律宾一家花店后来透露 紫色的花束是最便宜的 因为它不需要任何特殊要求 而其他三款花束是定制 设计的更大 因此价格更高 对此粉丝们愤怒的发声明 声称致秀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因为紫色通常是为它保留的 此外粉丝们还发现了 一个没有附上信件的小花束 更增添了争议 在之前的印度尼西亚的一场演唱会上 珍妮也曾遭到一些歌迷的不公平待遇 在她solo时 台下关掉了应援灯 造成了一片黑海 引起了粉丝们的不满 被认为这是对成员的不尊重 爱豆韩语社 每日解说最新韩语 欢迎你赞和订阅哦